老伯目睹张华警察乌龙抓人案 神预言提到铁板 他听到孩子喊救命出来 看到他血流满面被压在地上吃土 少年趁暑假到摇苗厂打工 穿雨鞋骑脚踏车 却遭误认是逃逸移工 脸上缝了17针各界替他报屈 脸书社团也引发热烈讨论 网友说这哪是盘查是绑票吧 粗糙办案比流氓还流氓 还有人说应该把车上行车记录器公布 就能知道警方说的是不是真话 但是目前家属最担心孩子身心都受伤 附近邻居曾在少年勤劳董事 说真的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务农 这样的孩子真是不容易 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 暑假没有玩乐 却是去摇苗厂打工 也因为工作的关系穿雨鞋晒黑了 警方曾经前往慰问 不过赔偿问题还没有谈好 你愿意负担全部医疗费用 目前已取得家属初步谅解 后续和解事已是成名康复情形及医疗专业 评估完成后 将至普营乡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张华县有8000失联移工 警方7月1号起 执行加强查器非法移工专案 不排除少年可能因为专案压力 无辜受累 郊水现在只希望 好好的阳光少年 脸部受伤 还有心理创伤 都能够及早修复 TBS新闻诚志中文淑评 张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 CANADA